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找一个好的归宿,过上一种安全平稳的生活。 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每个女性最好的归宿,但是在现代的社会,这样的价值观已经不再适用了,安稳有可能正在毁掉你的生活。 我的前半生,里面的罗子军,在没有离婚之前日子过得足够安稳了吧,一个富裕的全职太太,每天几乎什么都不用操心,可是这样的女人观众都不会喜欢,觉得罗子军是一个巨婴,甚至是一个寄生虫。 直到丈夫出轨要求离婚,罗子军不得不面临一个人带孩子的情况,同时要重新在社会上谋求自己的立足之地,他才发现自己的安稳生活那么不堪一击,经历了这一切的罗子军终于找回了我的前半生。 关于这个人物观众有着自己的争议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剧中罗子军的逆袭,的确是让很多的女性扬眉吐气了一回。 女人是希望自己过上安稳的生活,没错,但是我们心底里面也同样渴望在社会上奋斗出自己的价值。 二、过于眷恋、安稳生活的女人,在开始尝试做一件事情之前,总是会做太多的准备工作,考虑太多的负面影响。 结果思前想后,还是算了吧,遇事谨慎是必须的,但是太过束手束脚,只能让自己丧失创新的勇气,他们不敢向陌生的领域踏出一步。 至于生活中总是时常遇到的困难,也也没有勇气去主动解决,只是选择消极地逃避。 这种思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,可能是从小父母的教育,可能是自己的性格导致,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这一点,并且努力加以改变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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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